整排露宿蓝腰折断 电线杆倾倒 招牌铁皮散落一地 放眼望去满目疮痍 小喘台风过境让屏东受灾严重 尤其横冲半岛受重创 总统蔡英文来到灾情前线 视察勘灾 刚才我也去了屏东200县道 了解电线杆及我们电缆的复原的状况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满洲国中这里 灾情也很严重 医疗跟环保相关单位 已经启动了这个环境整理跟消毒的工作 我们看到教育部次长也在这里 教育部也正在协助我们地方政府 进行校园的复原的工作 让学校在确认环境安全以后 学生可以安心的回来上课 蔡英文表示 国军南部第四座政区 已经派遣兵力到满洲 牡丹 恒春以及车臣等十个乡镇 协助物资搬运 民众撤离 土石清理 以及沙包堆滞等任务 并表示中央会全力支持灾后重建 我也要请我们屏东县政府 进属的盘点 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修缮经贵 或者是重建的经费 那我们会全力来支持 那我们会跟地方政府一起做好灾后的重建 屏东县长周春敏则期盼 屏东200县道的电线电感通讯地下化工程 能赶在明年雨迅到来 台风季之前就能完工 避免台风侵袭 再造成通讯用电受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李娟荣 黄雁玲 台湾屏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